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停办三个月的花莲县政府申请典礼6月1号再度举行 同时表扬了县府厌务达人还有圆梦团队 县长徐政卫针对疫情谈到了经济的重挫还有消费习惯改变 对于后疫情时代也期盼各个局处同仁可以携手同心 迈向精进的智慧城市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停办了三个月的花莲县府申请典礼 在6月的第一天再次举办 县长徐政卫至此表示 因为疫情影响经济重挫消费习惯等等都因此改变 期盼在后疫情时代持续与各局处同仁 攜手同心迈向精进的智慧城市 停办了三个月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天6月1号我们再一次恢复升旗典礼 而台湾的防疫措施真的因为中央地方以及全民的攜手合作 大家都能把台湾守住 因为很多活动都延到我们下半年 所以大家会非常非常的忙 又正值议会时间 很多的这个准备资料 要各局处互相的合作来提供给议会 提供给我们相关的议员 让我们的议会期间都可以很顺利的来完成 而继续来推动下半年大型的活动 政府再次呼吁民众尽管确诊案例减少 进出机关场所建议人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未来云端远端服务的商业模式 势必会成为零接触的一个远去经营方式 期盼未来华联能迎头赶上新趋势 随后进行表扬3月到5月的业务达人及圆梦团队 以及各局处活动行销评比颁奖 记得蒋邦彦 华联市报导